14号上午,和园市龙川县麻布港镇中心小学发生了一宗学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 直到今天仍有多名学生需要转院治疗 在龙川县麻布港镇中心小学,不少学生都知道14号那天发生的食物中毒事件 早上发生的事情,然后助手上老师给他药又止不了,就拨打电话叫救护车来了 在采访中,麻布港镇中心小学副校长突然现身 他极力想说服记者摆脱学生是食物中毒的说法 没有一个是因为食物中毒造型的 我是因为喝了豆浆,当时没有煮熟,可能没有熟透 起到了肠道上,尤其是不死病,造型了呕吐 那当时有多少个孩子入住进院 一百多个人,吃了一百五十几个人喝了豆浆 其中有二十九个人到医院去检查 十三个人当时就打了吊针 打了吊针,当时当天晚上没什么事情就出院了 但第二天,可能那个肠胃啊,吃了东西以后啊 又有点反应,又有十三个人到医院进步检查 就七个人打了吊针,又回去了,天天都回去 这位校方负责人称,麻布港镇中心小学前身是麻布港镇第二中学 而食堂是为私人承包的 中学变身小学后,原来中学与食堂承包人的合同还生效 这个食堂便一直为小学的内宿生和教师提供伙食 我现在位置呢,就是麻布港镇中心小学的饭堂 那么在十月十四号这一天呢,就是星期一 在我身旁这个黑板可以看到,早餐的内容是面包、豆浆跟拉面 那么据我们了解啊,这个学校一共有153名内宿生 那么在那一天早上呢,来这样进餐的这个学生和老师之中呢 一共有29人发现身体不是需要送院治疗的 这其中呢,就有一人是老师 在麻布港镇中心卫生院,一线记者找到了其中一名入院治疗的学生 他正是五年级二班的内宿生 吃完早餐以后,过了十几分钟,我肚子就痛 肚子想吐 吐了吗 他们吐的我没有 进这里是,总共是47个,总共来了 那天用药的,当天用药的是29个 我们考虑它是取得了不卫生的食物 认识它那个是未长大肺炎 因为抗炎失业 极其疗法以后 大部分病犬都没什么它的变法 都是这么好转 集体食物中毒事件到今天已经是第五天了 但仍有部分学生感觉不适 今年上午,几十位学生需要转到梅州市梅县黄塘医院 但麻布港中心卫生院负责人强调 转院并不是因为卫生院没条件一致中毒学生 而是为了让家长安心,才应家长要求 将学生转移到上一级医院进行观察治疗 据了解,小学生集体中毒事件发生后 龙川县的相关部门已经吊销了 毛布港镇中心小学食堂的卫生许可证 并将当天的食物进行取样送检 目前检验结果还没有对外公布 孩子是不是食物中毒 现在检验结果还没有出来 不过希望教育部门和学校保证好这些天 其他还在上学的孩子们的饮食安全 我们也会继续追踪报道事件的调查结果